又來到做出步驟的步驟 今天繼續有Yuki、Tiffany 還有我們的K老師 你好… 上次教大家貼假眼睛毛 我留了一個功課給你們 對, 叫你們拍攝前貼了一隻眼睛 看你們貼得怎麼樣 有沒有很努力回家練習 是, 很好, 貼得… 看下面看看 這裡有一點離開 對, 但貼得很好 好, 看看Yuki 看Yuki 看看Yuki 我覺得Yuki貼得很好 但Yuki的眼角還可以長一點 對, 別剪那麼多 別剪那麼多 非常好 好, 很乖, 兩個都有 很乖, 多練習練習 對, 回家練習時發覺有什麼難處 其實是有很多難處 因為發現有時候眼睫毛 不知道應該是貼高一點還是低一點 對, 如果貼高了, 就會留白 因為貼低了, 又會貼到自己的真眼睫毛 我也是, 有時候貼一下又會飛起 不停又要再補 而且那個位置很重要 有時候又不知道怎樣才好 對, 好 因為你們都知道你們會有這些問題 所以今集我想教大家 是以一個分段式的黏睫眼睫毛方法 平時如果不是這種合妝眼睫毛 可能會有膠水 對 那你就要先拔掉膠水 拔掉之後, 就對著鏡子 量度一下位置 長一點還是短一點 對, 有沒有說如果用剪開幾段的方法 選擇一些眼神的更好還是軟 其實沒有說因為分了段式 你就要選另一隻眼睫毛 都是要平時大開、溶開、舒服 出來自然為主 而不是因為分段式而選擇一些 硬一點的框的眼睫毛 對, 都要注意 量度位置時, 都是要看 你的眼睫毛的頭和眼頭 是距離5mm左右 眼尾我喜歡長一點也不要緊 接著我習慣去理解 就是三個交叉位置為之一段 我們會剪三刀, 分開四段 對 這個很有技巧 對, 有些網上教 說頭尾短一點, 中間長一點 我覺得簡單一點 不如四段都是… 四速都是平均長度就可以了 好, 記著剪完後 把適合合的次序 等一下, 頭就放在中間 中間放在尾上 是 好, 剪完後 我習慣把膠水直接放在盒邊 等一下你拿膠水時便方便一點 是否用夾子的眼睫毛 然後就放進去 對 不用拿那個東西 不用每一盒都要拿出膠水 很多朋友都會從眼尾先貼 但我習慣是先貼眼頭 因為我會遷就眼頭的長度 因為擔心自己原來… 剛才量度得不適合 至少是眼尾適合 但如果眼頭太前 會觸到自己的眼睛 這樣會不舒服 如果真的好像眼頭會比較好 如果量度位置的話 對, 眼睫毛的邊位 其實它有三個方面可以塗膠水 有背面、上面和前面 如果想很囂張眼睫毛的女生 就可以貼前面 你貼這樣, 差不多90度左右 很囂張 而我習慣喜歡比較自然 我會塗上面, 頂部 因為它很囂張 它每次貼一汁 是否應該等它乾掉才貼? 我習慣喜歡快點上去 因為它還可以走位 如果你等到它已經很乾 差不多立刻貼上去 就立刻不能動 除非你已經很熟手 不能翻手 我已經成功貼眼頭 真的很好自然 我覺得這個方法比較容易控制 好 好, 記住貼上去之後 也要控制它的弧度 還有它的幅度 否則你這一汁就很囂張 這一汁又不囂張 大家就像波浪一樣 對 高低高低 所以你做完之後 它就做完第一汁 第二汁要跟它差不多平排 是否發覺真的比較容易? 我自己也沒試過用這個方法 看來我也要回家練習一下 可能因為膠水容易控制 我們上一集可能眼睫毛比較長 可能你貼完眼頭 眼尾的膠水已經乾了 對 會飛起了 很容易眼頭飛或眼尾會飛起了 對, 再補膠水就會很麻煩 但當我戳第二排的時候 我感受到Kerry老師剛才所說的 會高低高低的這個難度 對, 是不是嗎? 對, 牠們戳的時候 都很安靜, 很安靜 很專注 因為牠真的要很聚精會神 因為你們的眼睛看得很緊 還要睹中剛好的位置 再說一次 把眼睫毛放在眼睫毛上面 而不是插在中間 我有試過放在眼睫毛下面 出來的效果會很自然 但我自己感覺不太舒服 因為始終太近我們的眼簾位 會比較敏感的位置 所以我喜歡大家或教大家 都會黏在眼睫毛上面 越貼越沒有留霸就越漂亮 我看到Kerry老師很快就完成了 叮叮 對, 我看到兩位學生 還在貼第二集 還在貼第二集 我看Tiffany你也沒什麼說話 對, 為什麼… 因為這個聚精會神真的很難 好像手震已經歪了 對 對, 我看到Yuki也挺有天分 她第一集也黏得挺漂亮 剛才我不是說把膠水放在這裡嗎 對, 很快乾了 很快乾 不, 純粹要大塊一點 不用省著 拿大塊一點 看看 可以黏最後一集 蒸蟹了很多 很神奇的感覺, 是嗎? 眼睫毛變成了 眼睫毛變成了 要求救了 好 Kerry老師 她好像把兩集調轉了的次序 對, 她知道 是嗎?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這個也夠長嗎? 這個也夠長嗎? 把自己的眼睫毛這樣去 把眼睫毛放在這裡也要這樣去 拿的時候就比較容易 你這樣拿又比較容易 自己貼就看上面 別人幫你貼就要看下面 因為要看到你的眼睫 對, 慢慢的 很漂亮 很自然 原來是角度問題 對 先放一邊 慢慢的 看上去 可以了 完成了 很快 看上去的分別真的很大 對, 這個四段顏色 比它們自然一條的黏 說到自然 其實還有一個高階版 還有? 就是不是一條條 也不是分段顏色 只是一束束 對 這個真的很高難度 對, 完全沒有 沒有狀態的眼睫毛 這樣黏在眼上 我想問, 你大概會貼多少重? 其實都是看回那天的活動 如果你想比較濃密 你就可以貼比較濃 如果平日外出 可能你就不用貼那麼密 放的位置是放在哪裡? 我想說 例如你看到你的眼睫毛 其實你看到有些孔位 填在孔位 但都是平均分佈的 對, 如果你的眼睫毛很密 沒有什麼孔位 就放在它的頂上 放在眼睫毛上面 我習慣會用手指尾碰碰碰 讓眼皮更多反 然後放在孔位上 這樣就可以了 有些一束束眼睫毛 是分為短一點和長一點 短一點是用頭尾 長一點是用中間 因為它有時受到其他眼睫毛 會令到它的位置不夠平均 你就真的要移一移 令到它的方向向正好 好, 完成 很厲害 其實呢 我自己真的很喜歡這種一束束 你可以看到我更加… 更加多 再密碟, 像真眼睫毛一樣 對, 但多一點練習 其實也不懶惰 大家都可以試試 很厲害, 不過是Kelly老師 看來這個方式 我也要學一下才行 你們倆覺得今天學得如何 一, 要有待這個練習 因為比我想像中難很多 特別是四段的話 如果高低又不同 前後又要一個關心的話 就多加練習 Yuki呢 我剛才留意到Kelly老師 其實為什麼我之前的鉗 會這麼容易 砍到這麼多膠水 就是拿著鉗去壓摺毛框的位置 其實真的不需要拿鉗 這麼近的膠水位 其實反而是你拿著鉗 其實只是放在對的位置 然後我是習慣 你可以拿手 壓 或者你可以拿著它 壓 沒錯 如果真的… 把鉗太多膠水 真的用一些消毒棉擦一擦 其實已經沒有膠水 就可以繼續用了 今天真的感謝Kelly老師的教學 還有兩位模特兒 Yuki和Tiffany 非常有趣, 謝謝 謝謝 如果各姐妹在化妝上有難題 亦想我們在節目上講解的話 快點去姐妹圖的專頁 訊息給我們吧